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夫人的女儿在火场外面 焦急的等待 说妈妈独居在这里已经很久了 手上还不断拨打妈妈的电话 希望妈妈没有在火场里面 但不幸的是警消人员 最后还是在铁皮屋的后门附近 发现屋主倒在地上 已经没有弧心心跳 而且我的原因还要等待 监视人员进一步调查厘清 红年辉 罗育军 台中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